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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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圍男配角吧 心情上面有沒有什麼一些感受 可以跟他分享 你們不驚訝嗎 我很驚訝 記者朋友打給我 我已經出事了 記者打給你的說你以為是 不會很緊張啊 我就看那一遍 我就超緊張啊 結果他說我入圍巾馬 我就奇怪 入圍巾馬 我沒有拍電影 結果是這一部 字幕君 李宗盛 沒有發生什麼事啊 有的又被拍到一些 字幕君 李宗盛 看完面的感覺 沒有 就其實很沉 整部片都很沉 我在法國 砍城那邊看 大家會站起來 大家會站起來拍什麼 拍超久 就是大家一直拍拍到會哭 第一次我覺得很新鮮 因為那個氛圍 氛圍都是外國人 沒有人認識你啊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對啊 他們好像發自內心是覺得 好看 他們後來不知道我是裡面的其中 對 我們就全部人都要站起來 然後大家都會一直拍手 那就很尷尬 你要跟著拍這樣 這次有信心嗎 沒有 本來比較不像我 我啦 信心我是不敢 不知道 我其實拒絕了三次 我騎死 那最後為什麼我們不會決定你 蛤 人情壓力 喔 因為社會那麼好混 他講你的點是誰啊 你聽他講的時候 你決定要贏 他說什麼 你有一個側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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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 你懂 你懂 大家都以為我是流氓 大家都以為我是流氓 對啊 你真的真的 不要看 笑 笑 笑 這樣怪怪喔 對 其實發展是為了想要 翻轉這次答案對你的影像 對啦 其實有點像 對啊 對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演不演得來啊 我怎麼可能 我臉看起來像演藝術片的嘛 對嘛 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啊第二個 我會覺得唱歌比較 經濟會比較好一點 很現實的問題啊 很現實啊 很現實啊 我要養家耶 對啊 啊如果我去接戲 我另外兩個的同學怎麼辦 我都沒辦法去表演 他們不問我 決定你的事 你要問他們 我也希望他關心我一下啊 我也希望他們問一下嘛 像我是圍巾嘛 他們也不會打電話來 他們是不會 他們會不會不知道你 去拆拆金馬獎 他們知道啦 只是他們 我們的感情 我們不會刻意講啦 對啊 不會刻意啦 他們連恭喜都沒有說 他們沒有 沒有沒有 我們很好 只是說 我怕你 我怕你 你是不是沒有騙子 我怕你 為我輕鬥子 我怕你 是因為吻吻的情感 是不需要 去講的 就是他不會特別說 妳錄的 不是不可能啦 Mena Mena